Hello大家好又來到槍談賽馬的時間 上星期六賽馬日 回顧一下心水提供 主要是兩件事 一個是槍馬膽 另一個是獨家分析的高出賽二六馬 馬膽方面龍成勝勝6.2倍 贏馬非常高興 美麗日子2.1倍 慘敗 其實如果看回賽事片段 看到人馬角力很厲害 不是梁家俊 梁家俊也很深 因為他見過馬貨 就留一留一隻馬 但可能這隻馬真的不太喜歡 不要因為這場輸了 而不理會他 我想下次可以再跟進 高出賽二的馬四隻 兩隻是熱門 兩隻熱門都贏了 力軍力強 炮子頭都是4.9倍 兩隻是冷門 沒有在 總共六隻馬 三win 我覺得表現都算是不錯 明晚星期四晚谷草夜賽有兩隻馬膽 第一隻馬膽介紹了 就是 川河嶺區 第二隻馬膽 就會介紹 第四場的 行運神區 沒辦法 行運神區真是上場表現 脫胎換骨 很輕鬆放出來 一放放反 贏馬的姿態是相當討好 而且贏完之後加9分 以這個贏馬的姿態 不算是太過分 以及這次都排了一檔 其餘 旁邊的檔位的馬都不是那麼Sharp 漢運神區很有機會很快可以放出來 你說是否一定贏 可能都是會陷性 不是一定贏的 你嘗試飛一般 丁冠濤再出 再贏都是陷性 漢運神區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 其實這場馬 有兩隻馬都挺高 就是本市和王牌 本市上季季已經表現得非常好 非常穩定 今季初出本來是想平低一點 但是因為這隻馬比較大件 要熱身 但是今季來得很快 這隻馬 谷草試襲那場都撲得很美 神貨我看到也是漂亮的 這隻馬 潘頓立馬上去 派過好檔 隨時可以撒下行運神區 但是行運神區很穩定 做膽 王牌上場又是表現相當出色 第一場為何 他們初出谷草 拍得麻煩地 上場回到田草 竟然是一口氣 狂衝上來贏馬 末段時間還做得很好 所以這些馬開了竅 真的不要看少 本身班底價位高 所以這場馬 下運神區 說真的 穩膽 我覺得 贏就未必贏定 因為本市和王牌都高 但是如果漢民神區拖本市和王牌 我覺得也是挺合理的選擇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訂閱 訂閱 還有按一按鬧鐘 你將來我的新影片 就會在Notification 或者通知 即時知道 謝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